大家好,我是叶盈飞 早几天有人见到周润发和唐思荣一起跑步 还见到唐思荣的样子容光换发,身材还飞爆 究竟唐思荣离开了TVB发生了什么呢? 为什么会和发哥一起跑步呢? 大家吃个包,喝一口茶,坐下慢慢听叶盈飞 逐一逐一告诉你们 原来唐思荣离开了无线之后 觉得自己有大把时间,可以慢慢享受人生 首先养好自己的身体,让自己容光换发,身材飞爆 才慢慢再投入工作 他知道周润发养生和跑步都很专业 所以他就拜周润发为师 跟周润发学跑步,养好自己的身体 早几天有人见到唐思荣和周润发一起跑步 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 事源就是周润发约了唐思荣和几个朋友 在这个浙如冲海滨花园会合 接着他们寒圈一回就跑步了 跑一跑,唐思荣突然好像不太舒服 接着周润发带他回去车里 接着周润发揭起尾箱 拿出一些好像是能量食品的东西 给唐思荣吃了 吃完之后就带唐思荣回到公园 周润发摊开了一张紫色的瑜伽箭浴 在一张石椅上 就叫唐思荣躺在这里 接着周润发帮唐思荣松筋 捏一下肌肉 看到当时唐思荣面容扭曲 好像很痛苦 但是之后起回身 人就好像舒服了很多 看他的样子就双容回 哇,发哥真是厉害 变成链骨神医 他跑步竟是人都知道 但是想不到他链骨也有一手 时候那些记者就访问了唐思荣 问他跑跑下步 为什么发哥要带他回公园 帮他捏骨、松筋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唐思荣说 他本身脖子有疚患 加上睡得不好 离脖子 跑跑下觉得即时不对路 很不舒服 发哥说 不如你去公园我帮你松一下筋 捏一下他 帮你舒缓一下 哦,原来是这样 另外又问唐思荣 你离开了无线之后 自由身了 你时间就多了很多 你平时会选择做些什么呢? 唐思荣就说 我平时有时就学做面包 做运动 在饮食方面就取得平衡 我工作方面就想着大包围发展 怎么大包围发呢? 拍电影 拍饮食节目 搞舞台剧 我之前在英国拍了一个节目 是体验当地的文化 现在呢 也准备拍摄另外一个旅游节目 是讲韩国的 在唐思荣灿烂的笑容那里 好像见到他很满意现在的生活 另外呢 我们就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你猜是什么呢? 刚才不是说 发哥在公园那里 帮唐思荣松骨 松完唐思荣起床 不是精神了? 接着发哥就和唐思荣 回到车里准备走 因为之前唐思荣 跑步 跑完之后呢 就觉得整身大汗 就想换过一件T恤 但是唐思荣呢 即场在车隔离那里呢 就这样脱了一件T恤 那里面呢 就得了一件Bar Top 哇 见到他的身材真是漂亮爆镜啊 你说这个是不是天大的秘密呢? 想不到唐思荣离开了无线 变得爽朗豪迈 不过怎样都好 见到他容光换发 身材漂亮爆镜 对他的粉丝来说 都是好事来的 希望他生活愉快 工作事事顺利 我在这里有一首创作的古诗文 除了送给唐思荣 也送给大家 这首诗名叫做善缘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 请按订阅 在这里顺带一提 你按订阅之余 旁边有个铃铃 如果你按下铃铃呢 我有新片呢 你第一时间就可以看到了 多谢支持 我来说 我来说 我来说